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您的评述 这是我们微博抱怀写读课的第九课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书评阅读思维 我上面加了一个一句话叫做90%以上的博主都不太懂得书评阅读思维 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书评阅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手机阅读和传统阅读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把传统阅读也那个电脑阅读也算传统阅读 手机阅读和传统阅读思维是什么呢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首先你用手机阅读的时候你是往下滑的 而你在传统阅读的时候 不管你是用书还是看电脑 你是左右是眼光左右移的 我不知道我能说清楚了没有 就是你在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 你的眼睛是左右移动的 而你在看手机的时候你眼睛是不动的 你只是手的只是那个内容在往下滑 明白我意思了吧 那么这又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你阅读的更快 更快更没有耐心一扫而过 根本看不见细节 因为手机阅读的时候 你在眼睛左右阅读左右看的时候呢 它毕竟还是没有那么快的 但你已经定在一个地方 只能往上滑就很快过去 所以大家在手机阅读的时候呢 就会更快速一扫而过 没有耐心看不见所有的细节 注意这个啥 看不见所有的细节 手机阅读就是我们所谓的竖屏思维了 竖屏阅读思维啊 因为手机是竖屏的 其他的电脑是横屏的 你的书旗也是横屏的啊 但手机竖屏的竖屏就是你眼睛不动 直接往下滑 它会更快 所以呢 它看不见细节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来我把这句话写出来 这句话写出来啊 而且读者也越来越来越耐心 他更快更没有耐心啊 这句话其实是在时间前我说的话 读者已经没有耐心读完140字了 当时刚有微博的时候 刚有微博的时候就说这句话 读者已经没有耐心读完140字了 所以你写东西啊 越来越简洁 越来越适应读者 都让他看下去 如果你写个东西 他看不下去 看不见 你要让他表达的东西 你白写了 好吧 好下一个 怎样做那个竖屏阅读思维呢 很简单 就这么几个 第一句话叫做多分号用短句 这是我反复提醒的事啊 反复提醒过 然后呢 我给大家一个标准 给一个标准啊 先按照标准严格做 做多了你就可以不用就无所谓了啊 开始一定按照标准来做 就已经写出来了 最多15个字要用逗号 最多30个字要用句号啊 最多三行要分段 就这个意思 你就不要想着说我写长句子了 长句子一定不要用 一定要用短句子 最好就10个8个字不用句子 最多15个字你要用个逗号 然后呢 最多30个字要用个句号 然后最多三行 就是你在手机上排 最多三行一定要分段啊 前期一定要延盖到这个标准来做 后期就可以不用这么这么 这么机械 但前期要这么做 而且呢 而且我们还提倡了一个 提倡单句乘行啊 单句乘行也可以的 就第一个 第二个 不需要你在断手控两行 控两格 而是断一断之间要控一行 我们之前的时候 我们之前看 那个那个那个时代 就是横平阅读时代 就是我们的读书和读电脑的时候呢 我们每断的两格是自动控出来的 对吧 那个是有一个阅读的间歇的 但是在手机上没法这么控 控完之后 你手机那么那么窄一点就很难看 所以你断手不要控哪 好我见会有人真的哭了 好像很难看啊 但是你在断一断之间要控一行 断一断之间控一行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阅读节奏的问题 好了 就这个要求 第三个 重点前置 特别重要啊 读者可能根本就打不开你的微博 比如你写个常微博 读者可能根本不打开这个微博 只开开头就走了 明白吧 所以呢 你要把最重要的 最能吸引人的部分呢 放到最前面 这个也是可以用广告学的逻辑来讲的 奥格威早就说过 那个80%的读者 只看了文章的标题 他就走了 他就不看内容了 对吧 80%的读者只看了文章标题 而没有看文章的内容 这是他当年讲广告的时候讲的话 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 依然实用啊 依然实用 而且在这个时代 在微博时代呢 有个大问题 就是你很难设计 你还能通过版式设计 让人看到你的标题 看到重点的部分 比如说我做广告的时候 可以放大标题 对吧 但你微博就没有大标题 对吧 你看我这一页 我这一页 我就可以通过标黄 来强调标题 但你微博就没有这个外版 所以你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把最重要的 最能吸引人的地方 放到最前面的手线 然后如果真有必要的话 你就加个方括号 加个方括号来强调一下 后面讲的是一样的 如果你需要强调某个部分的东西 你最好有个方括号 就是那种很厚的方括号 来强调一下 这是强调的部分 重点前置 一定要把最重要的部分 放到最前面 然后最有需要 有必要的话 加一个括号来强调它 不好意思 有点可 然后呢 在分段的时候 也要强调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把最重要的信息 放在断手 放在每段的开头部分 次重要的信息 放在断尾的部分 这就是手印效应和尾印效应 特别强调一下 特别强调 不要把重要信息 放在段落的中间 我再说一遍 不要把重要信息 放在段落中间 不要把重要信息 放在段落中间 哪怕你只是100个字段落 放在中间就看不见 一定要做的是 把最重要信息 放在断手 次重要信息 放在断尾 一定要这么做 这样才能被人看见 如果有必要怎么做呢 如果有必要怎么做呢 加个括号 方括号强调它 特别强调这个地方 好了 下一个你可以用序号 我经常会写吧 你们要看我微博就知道了 我经常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要写对不对 这种写法呢 就是比较简洁 比较一读 看或看序号就可以了 而且感觉很科学 容易让你让你让你容易信服 就是你多用一二三四 你的思维会变得清晰 而且别人也觉得说你很权威 别人容易信服你啊 可以多用序号 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求啊 建议你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一二三四写作 好了 好了 这个要求 小标题和分割线啊 最多三百字一定要分块 除了分段之外 还要分块 我建议是最多三百字一定要分块 分块怎么分呢 用小标题或者分割线割开 分割线你可以打什么 打那个破诊号 多大几个破诊号就出来了 小标题你自己起就行了 小标题 相当于我们的文章标题 你要起出来特别让你愿意看的那个部分啊 OK 这几个就是很简单的逻辑 我简单说完你的文章马上就可读了 我有一次在教你写作课的时候 我说我只讲两分钟 只讲两分钟就可以了 两分钟怎么讲呢 就讲了一个多分伤右转句 我说你没有这个方法去做 你的文章马上就补一下 完了又干净了 对吧 今天我讲了几个点啊 重复一下 多分伤右转句 这个讲完了 然后呢 断手不要断了空两行 空两个 断一断之间要空一行 重点前置 然后呢 重要性一方断手 次路要先一方断尾 可以用序号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小标题分割信 300次分割 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内容 然后呢 那个因为这个 因为因为这个微博 因为你们可能大部分都在用手机来看我们的课程 课程是 而我做做PPT呢 只能用这个和平来做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放 放不让你看啊 你看我微博就好了 我微博里面大部分文章都会这么写出来的 哪怕是我写 我写一百多字的那个 那个微博 可能也会分段 也会空行啊 注意看我微博 看我微博就是翻译 都看就好 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课 这个课呢 只要你买了这个课 那个系统就会自动 要邀请进去 我们在群里有要求 有问题可以问我 呃 我也提前说一下 这个课是我们系统设置十节课 我不知道未来我还能不能再上传 如果能上传 多讲几节 不能上传的话 我可能就在群里面跟大家做个分享 呃有相关合作联系呢 就联系我的助理小玉 她的微博 你可以关注一下 呃里面全是广告啊 不要错过一个任何一个广告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